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看沙巴新周日报晨间新闻 今天是8月3日,先来关注今日头条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拿督斯里亚利山大宣布 8月8日起,全马5公斤瓶装食用油的零售最高顶价为34令吉70仙 包括半岛、沙巴及沙拉越 接下来政府将以每个月的形式为全马的瓶装食用油设定零售顶价 抗通胀盛战特工队会议决定 大马展开每个月为非津贴瓶装食油制定顶价的机制 即将依据前个月的世界每公斤圆棕油的平均价来制定 另外,前日线报上颁布了禁止出口所有形式的非津贴包装成棕油石油通令 这样可避免消费者和出口上之间出现混淆的情况 同时也提高监管的效率,以减少统制品及津贴商品的滥用 在关注本地新闻前,先为你播报冠病及卫生讯息 周内昨天出现272宗确诊病例 只有内陆区必打市,特鲁比和东格没有病例 另外,山打根肯特医院部分停车范围将于今天起关闭 以进行提升工作 有需要前往医院者,受促使用公交或供车前往 也可以将车辆停在进步阵 来看本地要闻,全国总警长丹斯里埃克里沙尼表示 尽管跨境犯罪率已成功控制 但根据情报和信息收集的结果 沙东所面对的威胁似乎不会停止 沙巴东海岸周围水域仍然面对着安全威胁 尽管如此,我国与印尼及菲律宾安全部队将令期进行训练 以确保安全和应对任何的可能性 五国安全部队也已经开展点对点合作模式 让五国与邻国警方联系及共享信息 宝佛巴鲁路8月1号出现一名39岁男子 以企图跳河自杀 请消灯人员接获消息后 及时赶紧现场,把男子拉上案急救起 男子被救后已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最后我们把焦点转向亚币 亚币出现网联诈骗及投资诈骗案 行动党陆阳区州议员冯敬哲昨天揭露 一名男子同时对两人进行诈骗 两人受骗后,昨天现身说法 向记者分享该名诈骗者的行径 这名骗子姓陈,声称来自沙拉月 首个受害者为今年27岁的丁信销售员 因为相信网恋男友 也就是这名陈姓男子的甜言蜜语及结婚承诺 三年内不断借钱给未曾蒙面的男友治疗癌症 最终损失15万令吉,人才两失 这名陈姓在同一时间 也和一名苏姓男子以邻居身份接洽 并利用苏姓男子掏钱投资不存在的投资项目 前后供骗取于10万令吉 大两名受害者在霍西本身被骗后 已在7月份各自向警方报案 后来向冯敬哲求助时 才揭发两人都是被同一人所诈骗 冯敬哲直指 阿比市内的诈骗案件日渐严重 陆阳州议员办公室 每周至少接到三名受害者的求助 损失金额多过10万令吉 有时甚至一天内就有三名受害者上门求助 他也促请民众应提高警惕 特别是有网友要求借钱或投资 要提高警觉和三思 以免坠入骗子的陷阱 成为受害者 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 感谢你的收看 更多详情 请浏览沙巴新洲日报网页 请浏览沙巴新洲日报